港股昨日反覆波動 先揚後回 恆指曾攀上一萬九千四百一十點 升三百一十一點 不過 一如前述 一萬九千四百關確有阻力 於是又再緩緩回軟 升幅一再收窄至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六點 漲九十七點 收市報一萬九千二百五十二點 升一百五十二點 全日總成交緊八百六十七億元 極為稀疏 從昨日大市的表現可以看出 暫時難以形成爆邊的單邊市 依然以上落市為主 我將向下支持位退至一萬八千八百點 乃級投資者多一點回旋餘地 不必過於釘緊一萬九千關 自然 若投資者保持進取 守這個關口應該問題不大 就算在風頭火勢下穿一穿 也會在日後收復 六月市為打等事 以前本欄講過 恒指很可能已形成 尖底 這個底就是五月三十一日的低點 一萬八千零四十四點 若以收市指數計 底則是六月一日的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六點 換言之 一萬八千至一萬八千二百點 已形成底點區間 因六月二日大升七百三十三點 尖底之說亦已成形 對近日大史的反覆 我認為大家不必過分解讀 這是好淡各有勇等的常見現象 要多次上落才分得出勝負 但我這個好有底認為 既然底點已出現 則任何的反覆都不會如月底點 只是為未來爆邊而作準備而矣 下半年恆子應比上半年好 這一看法不改變 匯控00005 再迫近六十元大關 昨日高位去到59.85元 回購市上升原因之一 加上恢復派貴息 對收息一族的吸引力較大 目前 匯控有約4.2離州息率 依然可攻可守 中銀香港 02388 與資比較 似乎撐扶其後 中銀五十二州低位23.05元 現價只高1元2 也不知何來這麼多的沽盤 講基本因素 中銀香港市盈率9倍 州息率5.64離 區教市盈率10倍 州息率約4.2離的匯控為佳 但實際的表現 卻是中銀香港遠遠墮後 此鼓6月19日增設人民幣櫃櫃 有利吸引更多買家 而股東周年大會議定6月29日舉行 街市有兩項重要議案 代股東通過 一是重選退任董事 二是發行及回購股份一般授權建議 約通過 會否如同匯控哪樣回購股份 我認為可能性不低 因為價位實在太殘 為公司為股東 回購是最佳應對工具 為此我建議在中銀香港刑處低谷時吸納 先收取0.91元末期息 再淨後回購行動的落實 這一策略應該可以 補本增值吧 以上